刘姨啊 给她加劲衣裳 大人 这是什么衣服啊 这么厚 怎么还有水 后面也有 小五啊 天冷路险 多穿点 听我的没错 都说大人神机妙算 我听大人的 绝对没错 还有啊 从今往后 你这个笼子哑巴 就要一直装下去了 即便是有人杀你 把刀顶在嗓子眼这儿 也不能出一声 记住喽 谢旨入深山 引远方受响 开刀 呦 我去吧 刘大人说的果然没错 刘大人说的 谁 请问是哪路神明 弟子实在不才 和弟子这相有理了 贼道士 不乃你身边的千年师马 你勾结歹人霸占田地 却要嫁祸以我 你该当何罪 我真没有啊 谁敢强辩 再不从事招来 静夜就收了你的小命 灭障 难道你就不怕 真这么掌心来吧 弟子愿赵 弟子愿赵 说 占那田地 并非弟子的主意 只是收了人的钱财 待人说了几句话而已 谁是主使 去牧所的千户 还要谁参与 本县知县 银鱼在堂上说去吧 这 这 这从何说起啊 修得废话 有你说话的地方 来啊 忙了 大人 大人 我宣慌啊 下来吧 你让天师看看你的真实面目 让你也见识见识 我这真无大念的掌心来 哈哈哈哈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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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 哎呀 压死你 先生 我这大仙演的还行吧 你也就能干点这了 这能那也不一般呀 装神弄鬼 可是我的看家本领